嗨兄弟们 我现在是在广州参加东风日产 Area这款车的上市发布会 来来来 眼前的这一款就是Area 这款车目前已经有了它的正式的中文名称 叫艾瑞亚 这个名字确实挺雅的 这款车是2019年就已经发布了 是通过它的概念车来进行演化的 海外地区已经上市有一段时间了 中国国产之后这款在今天终于上市了 内饰目前来说是看不了了 比较遗憾 你看后视镜已经遮叠了 显然这是锁着的状态 这款车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 大家最关心的做一款纯电车型 它的动力部分怎么样 这款车是搭载了前轴 是搭载了一台粒磁通电机 加工率是178千瓦 最大约是300牛米 然后电池是3元里 容量是90千瓦时 然后CLTC给出的数值纯电是623功率 仔细看一下牵连是采用了封闭式的隔山 官方给出的名称叫墨影精盾 确实和原先的概念车很像 整车身长度是4米6多一点 然后轴距是2775毫米 可以看到这款车是典型的纯电车型的一个布局了 就是四轮四角 车身的尺寸长度很紧凑 但是它的轴距会尽可能的拉长 内饰看不大清 反光 然后内饰有一个特点是 主副驾驶之间的那个导台中央T的区域是可以进行前后滑动的 六位式的造型 然后尾灯是一个贯穿式 中央呢是有Nissan的英文标识 接下来有请 东方汽车有限公司副总裁 东方市场成立车公司副总经理 高博林先生 为我们带来 今晚最值得期待的告白时刻 长驱航版27万2千8 阿瑞亚长驱航顶飞版28万4千8 阿瑞亚高新能四驱版32万7千8 阿瑞亚高新能四驱顶飞版34万2千8 我们不卖汽货 为了让下定用户第一时间体验到实车的温度 第一停驾车就在实力 嗨兄弟们 后面这台阿瑞亚正式上市了 它的价格呢已经公布出来 一共四款车型 起售价是27.28万元 顶配是34.28万元 后面两款是四驱的 这个四驱的是E4 发布会当中也说这个电控四驱挺有意思的 而且用了一个比较新意的广告来诠释了这个电控四驱的一个车身的稳定性 然后说一下这款车的一个比较有看点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价格 大家其实冷不丁的看一下 它的起售价27.8万元会觉得挺贵 因为顶配的价格呢都是34.28万元了 但是整场发布会当中也公布了这款车的一些一系列的价格权益啊 其中呢有一点 就是现在限时限定啊 现在呢定它的那个长续汉码就是入门版27.28万元那款的话 可以免费升级到长续航的顶配 那个价格是28.48万元 高性能四驱版 其实现在也能可以免费升级到高性能四驱的顶配 这两款车呢也是差了1万多块钱 1.5万吧 所以现在我估计啊 很多人如果下定的话 就是在两款低配的车型 请选择 其中还包含了三电和整车的终身质保 这个还是比较有用的 另外呢还有2000度的免费公共充电的这个费用啊 OK那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啊 独方日产的area已经正上市了 你觉得这四款车型哪款值得去买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它的入门版 或者是它的四驱的入门版 现在买可以免费升级到各个版本的顶配